不上以后我就没有觉得很痒 我就去干别的事 我就去拆别的快递了 对然后就去喂狗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们家又下了小狗 我就天天对 我因为这个配狗的事情 我走遍大江南北 找遍好多朋友 就是去找他们家的这个巨棍 因为刚开始我们家两只狗 他们并不来电 对然后我就去想办法去找别人家的狗 然后就说远了说远了 可以可以 太远了太远了 对反正就是又去干别的事 聊别的天去照顾狗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 我躺床玩手机的时候 我发现嗯 我说感觉还不错 我都没定妆 小微不来电 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怎么 对 不是是这样的 我等我坐下以后 细细跟你们 对对 他们不来电还能配上 因为我看很多不来电的 这时间就分开了 你昨天讲一半可急死我了 急死我了 我们你 是这样的 他刚开始 他们两个 在一起 刚才走进来 我等那个话再说 不是先有的小微 然后再有的小欧 然后这是我妈妈给他们去的名字 然后他们两个刚开始 是先有的小微 然后后来还那时候没有小欧 但是小微是一只公狗嘛 后来因为想就是让他 就是做一个完整的狗 哈哈哈哈 那弟弟都不是完整的狗 弟弟好可怜 因为他 因为他就是 他很报道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医生给我们的建议 就是让他 绝了他 对 让他变成女子 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很像 嗯 你叫什么 兄妹的感觉吧 刚开始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 所以呢 我就是想放设法 我说那要不然 放缓心情 然后我就去带着小微 去找母狗 我又 我就是 有发过那个 社交 社交就是 那个微信 对 我的微信 然后我有就会 我有一个好朋友 然后他正好认识一个 就是家里也有巨贵的人 然后 就是让他们两个去相亲一下 然后就是换换心情 对 换换环境 然后就试验了一下 然后后来呢 试验了之后呢 感觉 哎 他俩好像也不错 对 还不错 然后就是让他俩又试验了一段时间 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是感觉 感觉好像是 感觉好像是 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 我朋友的朋友 感觉好像是 有戏了 对 好像是有戏了 然后那个后来我 就是后来我没问啊 我没有问 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我去忙我的工作了 我那段时间特别忙 就不了了之了 然后我就把 他接回来了 接回来了之后呢 我又开始去给他换下一家 我有一个这是很久的一个也是朋友 然后他的家也有一只机会 我就带他去向了两只小狗吧 去向了两只小狗 后来之后又是又是去努力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他回家了以后他可能就是感觉不一样了 他狗的人生不一样了 然后后来跟小欧可能就配上了 就是可能出去走走后来就是靠你的努力 太辛苦了 因为我这因为我上网查嘛 然后我也有问了一些就是羊宠物的这些就是专业人士 他说可能是需要换一换环境跟心情 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和突破 为什么一根点头